大家好 我是Tony 今集會跟大家講一下扣股權背後有什麼啟示 本身扣股權是員工福利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令僱主和僱員之間的利益立場一致 當公司以公司的名義發出扣股權之後 因為他們的高層或承受人其實是掌有公司的股票 如果公司的股價高過扣股權的行使價時 他們自然可以去行使換股權利 然後在市場上以較高的價錢去沽出 中間就能夠賺取一個額外的回報 所以其實這個扣股權的原意 亦都是令到他們用心做業績 令到股價上升 但如果我們在一個細股或財技的世界來說 很多時當大股東不能夠直接在市場上增持 或者用一個很大幅度去扔銷增持的時候 他亦都會用一些比較迂迴曲線的方法去做增持 而剛才所說的扣股權是其中一樣可以使用到的工具 因為扣股權本身都可以批給大股東本人 或者批給董事局裡面的成員 甚至有些公司也會批給一些高級的管理層 或者一些主要的行政人員 希望可以挽留他們留在公司那裡 繼續帶領公司去發展 但其實剛才所說如果他真的批給一些大股東 或者董事局成員的時候 當他們去行使的話 其實都會是變相達到一個增持股權的一個效果 雖然說有一個這麼大的自由度 但其實去批出這個扣股權的時候 都不是完全自由任意去批的 仍然都要受上市規則的一些限制 包括就是每一年他去批這個扣股權 都是整間公司以發行的股本的上限的10% 每年作為一個要去更新這個扣股權的授權 如果是批給大股東本人的話 其實是更加之嚴格的 那個以發行的股本只能夠去到0.1% 還有那個總值是不能超過500萬 一般來說扣股權的年期就比較長 跟我們熟悉的可能是一些債券 可換股債等等就不同 扣股權來說一般那個年期可能長達10年 所以很多時候如果我們真的要去捕捉股價上的低位 我們往往會看到公司都會去批出一些扣股權的動作 當我們看到的時候其實很多時候 往往是反映了股價已經是一個最低位 如果未來公司的業績或公司未來有一些新的利好消息去配合的話 更加容易是帶動股價向上有一個發展 至於我們怎樣可以留意得到 究竟這一堆的承受人大股東或這些行政人員 有沒有去行使到這個扣股權 投資者都可以定期查閱公司有沒有在港交所披露2的網站 出過一些逆日披露報表 因為根據現在的披露的原則 當任何關於以法文的股本的變動的時候 的第二日逆日的時候 都要出一個披露報表 當中就已經列明了哪一位的股東 哪一位的董事已經是行使了 以及行使的股數有多少 佔了整個的扣股權的比例有多少 已經是清楚列在披露報表上面 投資者可以時刻去監察究竟行使的情況 也都由此可以推斷到究竟管理層覺得股價 是不是已經是反映了公司的內在的實質價值在 都可以給大家一個簡單的例子 大家可以留意永利澳門1128一隻的豪島股 公司在4月1日的時候 曾經以每股19.8的行使價 向其中一個獨立非執行董事 是售出了45萬5千股的扣股權 之後你見到雖然公司沒什麼特別利好的消息 或者是股價上有一些趨化劑去配合 但其實那個股價自從一出完這個扣股權的消息之後 在4月中曾經亦都去挑戰22元這些高位 即是說我們如果簡單去解計算 這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手上的扣股權 已經是賬面上錄得過百萬的利潤 所以投資者只要監察公司什麼時候有售出的扣股權 什麼時候他們有去行使這個扣股權的換股權利的時候 亦都可以在短期內預測到究竟高低位在哪裡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內容 如果對我的分析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在秒頭的平台搜尋古令柴就可以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